歡迎全球的觀眾朋友們 收看全能事務所 我是廖慶玄 也歡迎全球的華人踴躍 訂閱我們全能事務所 大家可以上這個YouTube來訂閱 那麼這個訂閱全能事務所的 觀眾朋友在這邊 也要跟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道謝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快要拖延 突破10萬人 只要大家再踴躍訂閱一下 我們就會變成網紅了 好 趕快邀請一下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林總 李秀麗 秀麗姐 你好 趙莉 歡迎趙莉 另外Tim哥 阿鐘哥 另外還有鐘伯 好 首先我們要帶所有觀眾朋友們 來關心的就是世紀貿易大戰 那麼前面鋪陳了非常的久 那麼現在是不是來到了 這一場戲裡面的最高潮 好 加拿大已經證實了 美方已經正式的請求引渡孟晚舟了 好 那另外的話 美國在今天的台北的一個時間 早上的時候 也進行了一場這個司法 司法院的一個司法部的一個 正式的一個提出申請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司法部 用措辭嚴厲的一個口吻 來譴責華為 甚至指稱華為是厚言無恥 到底怎麼回事 不過就在美國司法部 提出了控訴之後 沒有想到 中國大陸的國務院的一個 副總理劉鶴 也抵達了美國要進行兩天的談判 好 重頭戲來了 大家全球矚目的 就是這一場談判 那麼這一場談判的一個關鍵的話 關係到全球的一個經濟的一個發展 那麼未來的話 孟晚舟到底會不會被引渡 我們先來看一下 現在加拿大是正式的要引渡 收到了一個美國的一個 引渡的一個請求 那麼加拿大接下來的一個做法 應該會怎麼做 那麼未來的話 關係到這個中美貿易大戰的一個 談判的一個結果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好 我們先來分析一下 這個美國司法部門的這個正式的起訴 是在這個28號下午的4點 他們開記者會 各位 28號下午的同時 還發生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劉鶴帶著浩浩蕩蕩的一個 史上最大的代表團 飛到華盛頓 準備跟美國開始談判 意思是什麼 你覺得司法部門為什麼下午4點 準備開記者會 對 他什麼時間不好挑 挑劉鶴 剛好抵達的時間 抵達的時間他開記者會 所以你就知道 美國是把司法部門的人 全部召集了 這一天11個官員有包括什麼 第一個 商務部的部長 再來 司法部的代理部長 再來 國土安全部的部長 最重要 聯邦調查局局長 四個有關這種調查部門的 最高階的主管 以商務部門帶頭出來 開這個記者會 說了幾個東西 他簡單說 我覺得他把孟晚舟引渡事件 正是講了 我已經確定要跟加拿大 來引渡孟晚舟 為什麼 他講了兩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把它拆開來 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就當初去年12月 孟晚舟被扣押的時候 就講了說你們有洗錢 你這個電匯詐騙 然後你跟伊朗的事情有關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大家都討論很多 另外一個部分 就跟去年結案的一個調查有關 T-Mobile的這個調查 因為2014年T-Mobile告華為 說他派了他的員工去偷他們的技術 這個TAPE的技術 我們在節目中也討論過這件事 2017年法院正式宣判判華為敗訴 要賠錢 只是沒有賠很多 沒有像T-Mobile T-Mobile跟他要5億美金 最後只賠了幾百萬 照到底講的話 那個案件就結束了 各位 這就看得出美國人的用心 美國人的用心是這樣 他們認為那個案子叫什麼 叫星際 刺探 竊取 這三個東西就形容了華為的個性 甚至把這個東西 他現在的意思是什麼 2017年已經結案的案子 我把它拿出來 我的檢察官把這個案子 重新再調查一遍 他本來只是一個民事的一個糾紛 後來現在把它升級到國家的一個形式糾紛 民事訴訟已經結束了 我現在用民事訴訟裡面的調查的市政 重新再來調查華為 而且我再把其他的案子也放進來 只要跟華為有關的 我全部放進來 那意思就是說 後面這個案子會展到多大 不知道 好 這裡面關係到的就是談判 但是非常奇怪的就是說 今天的司法部門正式的指控了一個華為 然後向加拿大提出了一個引渡的申請 但是沒有想到中國大陸的媒體 居然對於這件事情是 沒有任何的報導的 直到了今天下午的時候 很多記者跑去問了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發言人怎麼說的呢 發言人說的話的話 直接站穩了一個腳步說 叫美國的話 他要必須撤銷對於孟晚舟的一個逮捕力 講這兩句話 撤銷對孟晚舟的逮捕力 這句話他以前就講過了 孟晚舟被逮捕的時候他就講過這個 堅決捍衛中國企業的合法正當權益 這個叫廢話 他怎麼不會堅決捍衛 他鐵定堅決捍衛 然後他說這是對華為全面污名化的開始 趕盡是他覺得真夠狠的 這個是中國網友講的 這中國網友一定會講這話 這個是官媒 公眾號牛彈琴講的 可是問題是牛彈琴講的這些事情 你看到沒有 他都在講定位這個是對華為 這個跟中美貿易談判是兩個切開的 所以中國大陸其實已經把它切開了 因為在牛彈琴的公眾號裡面 他特別分析了 他說很重要 各位你們要注意這件事 這個代表這一次的談判 中美都很有心的希望達成協議 他裡面講了幾件事 他說第一個 我們要從時機來看 他說1月30號開始談判 28號劉鶴他們就飛到美國 28 29準備30 31談判 各位他說在中國人 現在準備要過舊立年 所以現在是等於在小年 對不對 我們在舊立年的這個前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開始春運了 其實大家都準備放假了 我意思就是說 我在除夕前夕跟你來談判 我這麼大陣仗 我派來的官員 十幾個連人民銀行的副行長 什麼都來了 都去了 那就表示這樣都不用過年了 我們要配合你美國人的步驟 所以第一個我們在小年都陪你來 所以代表我們的誠意 第二個 他說美國人也很有誠意 他用這句話來講 你就不得不廢話 他說什麼 他說因為美國總統 川普在第一時間 就發文表示說 歡迎中國代表團來 而且本來美國政府是關門的 為了他們還開門 開門了 開門了以後 而且是川普總統歡迎他們來 他說你看用川普總統 這表示美國人有誠意 更有誠意的是什麼 川普總統準備要接見他們 他說劉鶴之前來 川普也沒接見 所以這一次代表美國人也有誠意 所以你看到沒有 其實中國大陸一直在隱忍這件事 他把華為跟這個談判 希望能夠把它切開 其實現在中國大陸 其實有點以退為進 那個進到底會進到什麼程度 不知道 但是在當下的時候 孟晚舟發生了一個事件之後的話 其實中國大陸非常清楚 就是把孟晚舟跟中美貿易談判 直接把它切割開來 那麼切割開來 可以使得中國大陸在談判上面 可以得到更大的一個進展 但是美國也不是省油的燈 因為接下來的話 其實是直接劉鶴對上了賴海澤 那麼賴海澤過去 有很多很多的談判經驗 但是劉鶴也不是省油的燈 劉鶴過去是習近平的一個同學 甚至是習近平的一個 財經的一個智囊團 所以他身負著重任 但是這場談判到底會不會有結果 大家打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號 但是其實中國大陸碰到非常大的一個問題的話 其實他們華為 尤其是華為 那麼華為其實在內部裡面 中國大陸內部裡面的話 他們的一個手機的一個銷售市場 其實也出現了一個嚴重的一個衰退 本來華為在中國大陸的一個 市場的一個銷售排名的話 都是穩戰低迷 現在也被OPPO追趕過去 其實也不能怪華為 不是說華為表現差 是人家表現得更好 他的競爭對手OPPO跟VIVO 你看兩個都已經超前他了 所以現在華為在中國已經排名到第三名 他在2018年的整個手機的排名 變成6490萬部 可是我們要講的為什麼 事實上你看一下 整個的出貨量 從16年達到高點5億多支 一路往下掉到去年只剩下3.9億支 意思是說整個市場的大病在萎縮 在萎縮的過程裡 是他的對手更厲害 有更好的技術 讓他們能夠超前華為 來 我們請Tim告訴我們大家 現在市場上面的話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一個手機的話 都走這個低價化 包含了中國大陸的一個手機 不管是華為或者是VIVO或者是OPPO 全部都在進行價格戰 沒有錯 其實他們在把手機分為兩個定位 一個定位就是比較中低階機的 也就是說落在一萬三千塊以下的 這一個是市場主力 第二個就是我們叫做高階旗艦機 高階旗艦機就是展示我的黑科技的火力 有多強多厲害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看OPPO來說 OPPO他在這次的MWC已經 他已經先率先 再趕在他一個月前 就跟大家公佈說 我接下來會有 10倍光學變焦的手機 憲哥哥 那10倍光學 現在是5倍光學變焦 5倍光學變焦 是誰做的 華為 然後他現在要出10倍 所以第一個 他要做這10倍光學的 潛望式晶片的技術 也就是說 他的晶片他把它原本是直的放 然後現在把它變橫的 然後變幢 所以你可以看到手機薄薄裡面 裡面塞了那麼多的晶片在裡面 目前沒有人做 第二個 他意識到說 現在都是單指紋解鎖 所以呢 他現在要出一個叫雙指紋解鎖 意思是說 我會跟你更安全 那這個目前也沒有人做 他們要當第一個來做 再第三個呢 是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我之前有拿三星的A8s 螢幕有打了一個孔洞 對 我們叫做打孔屏的 全面屏的螢幕 因為他讓螢幕 可以變得更寬廣 但呢 他們這次既然做了一個技術 我是覺得很好笑 他就是做了一個APP 好 那憲哥你看 他這個APP呢 到時候呢 就會把它移到這個鏡頭上面 就意思是說 這一個的那個鏡頭呢 是藏在這個APP裡面 你就會覺得說 我這個螢幕好像 沒有這個打孔屏這麼的糟 這只是混亂視覺 但是他的孔還是在啊 是啊 他只是說 我跟你講 他只是美化的那個孔 對 就跟去年呢 很多瀏海機出來的時候呢 有一些的那個軟體 就會把你左右呢 也填成黑色 是 你就會覺得說 他沒有瀏海 但事實上 他的孔洞還是在的 對 好 那麼現在的話呢 大家比較矚目的就是這個OPPO 你剛剛有講那個10倍的 光學鏡頭 那這一台OPPO的一個新機的話 是這一台嗎 不是 他會接下來會有一個系列出來 但是他還沒有公佈 他的這個系列是 所以這個還沒有推出來 還沒有推出 他在2月25號MWC 世界通訊大展 他才會 他才會公佈 對 那目前呢 我們現在 在2018年的 11 12月呢 他們有先推了一個叫OPPO的R17 Pro 這支手機 這支手機呢 他在市場上賣得非常好 對 那我今天有帶過來 他很厲害的是 他的夜拍很強 而且是三個鏡頭 好 是不是可以直接帶我們來看一下 來 因為OPPO的手機 現在已經中國大陸的排名第一了 那在台灣的一個市場呢 他這一支呢 其實 R17跟R17 Pro 在 他們在第四季的時候 銷售的非常多支 他很輕巧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他的那個顏色是 對 他顏色的話 霧面的霧 很霧面感有沒有 然後呢 你看喔 他有螢幕下指紋解鎖 是 對 他就可以進來了 然後呢 水滴瀏海 水滴屏 對 這上面是水滴的 這是水滴 水滴型 對 然後 清雲哥他背後呢 是三鏡頭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他是三個鏡頭 對 然後 如果是R17 是兩個鏡頭 對 我們那天在節目裡面 還看到四鏡頭 所以現在是 以後就會變成一整排這樣 全部都是鏡頭 對 那個如果有那種 多孔的恐懼症 大家不要看 對 然後他最強的 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 他充電呢 從0到100% 清雲哥你知道他多久嗎 多久 35分鐘 所以他是閃衝是不是 對 這個是閃衝技術 SuperVogue的閃衝技術 所以他10分鐘之內 可以充40%的電量 對 那一般呢 一般如果10分鐘的話 一般的手機像 對 大概15%左右 10%到15%而已 那是一般 但是他這一支呢 是10分鐘40% 然後35分鐘是0到100% 對 所以這個技術 目前他是瓦數最快的 好 這個是那個 這個OPPO 那你說他夜拍 我覺得夜拍好 我們直接實測最好 好不好 那麻煩我們的 燈光是不是 燈光可以 幫我答案 燈光要暗一點 對 所以意思是說到夜店的時候 夜店沒問題 拍那邊 現在夜店風了 可是現在還是很亮耶 那邊 那邊 來夜店風 那可以再暗一點嗎 可以再暗一點嗎 我們挑戰極限啊 不是我怕觀眾看到我們這一台的時候 突然之間變黑了 好 這樣好不好 這樣夠暗吧 這樣可以 好來 3 2 1 好清楚 好了 我這邊呢 我這邊來 等一下 等一下 好來 一樣清學哥 一樣很暗喔 好來 清學哥 3 2 OK 我這邊其實看 你看喔 看螢幕的話非常的暗喔 臉上面都沒有光 來 我們先直接看清學哥這張就好 清學哥你看 你看他還是非常的清楚 他的臉 放大 好可以放大 你看 他臉色的光都還出現 而且他連我們後面那個什麼 雙指紋這邊都看得到 對 超級夜拍 所以 而且他清晰度非常的高耶 對啊 你看OPPO有 有沒有 好 那來賓那一張呢 來賓那張 可以 這裡 我們來看那個 阿忠哥 你看他阿忠哥 喔 我的天啊 你應該看清 一臉浮相 UBO 看 中國的臉 多白啊 有 全部都拍出來 你一般的夜拍是沒有辦法這樣子的 那這樣子拍蘋果蟲 是不是就可以拍得到 可以 真的還假 他有辦法在一個全黑的環境下 他還是可以幫你把這邊的光源捕捉進來 對 好 這是夜拍的一個功能 然後代表他們的這個鏡頭影像處理的話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另外還有一個剛剛有特別提到 他有一個快充 對 現在是不是都要講究這個快充 像華為的這一台 20X 對 那Mate 20X 它也是超級快充 對 這兩個快充誰快你知道嗎 OPPO快 OPPO是50瓦充電 是 它是22.5瓦 所以OPPO 35分鐘充飽 它要50到1小時 可是因為它是大電量 對 它是5000容量 沒錯 但是以快充的瓦數來講的話 它是22.5瓦 對 然後 它的這個螢幕是因為很大 它是7.2吋 所以它是電競螢幕 所以它用到5000的 對 因為5000的原因就是說 就是你打電動 對 沒錯 因為打電動很好電 所以它把它做成5000大電量 重點是它裡面還有多了一個叫做散熱系統 是 對 那這支在台灣賣得非常的好 請問你知道為什麼賣很好嗎 因為它這台是Mate 20X 我們有借到嗎 這台沒有借到 沒有借到 賣光 賣光啊 而且我的光是 這台機一定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19號的時候 開賣的時候 大家看到畫面上這些大排長龍 以前以為是在排Apple 結果沒有想到 居然是在排華為的Mate 20X 那我問一下 到底是只有台灣在排 還是說它發表的 這個發表之後的話 正式銷售的時候 世界各個都在排啊 沒有 目前是中港台已經正式開賣 那台灣它因為 那這一台Mate 20X要首發 所以它當天送的贈品 有送記憶卡什麼的 那些總共的贈品的價值 超過快5000塊錢 不是 你如果手機不好的話 那送給你再多的東西的話 也沒有用 沒錯 對 但是我覺得它這次華為很聰明 它用有兩個策略 第一個策略是 贈品大概價值快5000 第二個策略是 它的定價的價格 竟然跟Mate 20 比它螢幕還小的 電池容量還小的 定價是一模一樣 22900 是 所以很多消費者覺得說 奇怪 我同樣花22900 我不如買一個螢幕大的 電力大的 然後送東西 送東西 還有什麼冷卻系統 重點是因為那天我在現場 你只要11點以前 到 我都算你可以拿到這個贈品 跟這個價格 對 所以我覺得它的行銷策略 用得非常好 那現在目前 你看我們連要借的話 都借不到 到底在台灣它賣了多少隻 台灣目前以那一天 因為那一天其實就賣光了 那一天呢 北 中 南 全部都在排隊 加起來是1100隻 秦瑞哥你看喔 1100隻 一隻22900 華為 哪裡大家害怕 它已經超過1000萬業績了 光是台灣對不對 光台灣 光是那一天的首賣 它就賣了1100隻了 今天那個 這個Tim哥還帶來一個 對 Mate 20X我沒拿到 我就拿我們台灣的牌子 華碩 華碩的 華碩這個是中階的大電量的機器 那這台機器呢 它也是電競嗎 這台 它沒有喬到電競 它的處理器是輸Mate 20X 是 但這台的定價大概是 1萬到1萬3 那台Mate 20X是2萬多 所以兩個還是有落差 但它這支好處是 它的電力是4000mAh 4000的話 通常呢 你用一天半 才要去充電 它也算是大電量 它也是大電量的一種 對 然後 阿旦 它這個呢 如果你做一個簡單的上網 然後或者是 你要 做做社群啊 其實是夠用 玩簡單的遊戲是沒什麼問題 重點是 它就是比較便宜 好 現在全部都是全螢幕是不是 有 你可以看到 它有瀏海 對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瀏海 這個也是有瀏海 有瀏海 對 但是你可以看喔 我們轉過來後面 它雖然是1萬到1萬3 但是它後面有雙鏡頭 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1萬左右有雙鏡頭 現在的機身 是不是都是金屬的一個機身 對 它這個是金屬機身 然後這邊有實體的指紋 指紋解鎖鍵在這裡 好 現在其實手機 大家很怕的就是 掉到地上 這個出現問題 對 就直接破掉 沒錯 被撵過去這樣子 對 你要換一個螢幕的話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貴 好 那現在的話呢 其實呢 很多人都會加裝那個叫做 手機保護殼 保護殼對不對 現在保護殼裡面 最強大的是什麼 最強大的呢 應該是上禮拜剛公佈的 我特別買過來的 Rimoa的 Rimoa大家都有行李箱 Rimoa是行李箱 你知道Rimoa這個手機殼 不是台灣都買得到 它這個是我從香港的朋友 到指定的一家門市 才有這個手機殼 它不是香港的任何一個Rimoa的店 都有在賣的 是 對 那它這一個呢 就是 他們應該說上禮拜五 正式開賣的手機殼 它之前 人家很多人叫它去做手機殼 它都沒有出 它都拒絕 它都拒絕 對 它都拒絕 然後呢 那個行李箱賣得嚇嚇叫 大家講說它那麼強大的話 應該要做這個手機殼 就它這一次真的做出來 沒錯 但它手機殼呢 它是掛這個 有一點跨虎一個M的這個標誌 那老實說我也沒開過 慶學哥我們一起把它打開好了 來來來 哇 來 慶學哥給你拿 不用啦 那個那麼珍貴 不會啦 來來來來 這個大概 750塊港幣 然後呢 它還有附一個 你看 這個是我的那個賬單 這麼貴啊 Rimoa的 對 750塊港幣的 光是一個保護殼 保護殼 來 我轉過來 這邊是Rimoa的資料 它很輕耶 很輕耶 對 它很輕 它非常的輕 而且它做到 這個是鋁合金嗎 沒有 它旁邊是塑膠 但前面這一塊呢 是有點像是金屬 那就殉掉了 對 它應該要全部都鋁合金才對 那應該就非常貴吧 對 那應該可能不是3000的 應該可能5000的 這個是 這個是任何的手機都可以 買得到它的 沒有 它只有 for iPhone 所以呢 這個是慶學哥的 來 我們裝一下看看 可以裝上去 但是不要丟掉 慶學哥我把你裝好了 你自己拿 沒關係 你把它塞到地上 沒有關係 你認真嗎 算了 你確定喔 算 我沒關係喔 因為10S Max 修螢幕還滿貴的 它了不起的話 其實是壞到手機 但是Rimova的機殼 大家不會在乎 它不會裂掉 它應該是不會裂掉 它 我覺得機殼這邊不會 但是我發覺它這個殼 有一個缺點是 雖然慶學哥有貼保護貼 但是它的殼 其實沒有高過你的螢幕 你有發現嗎 沒有高過螢幕的話 其實我覺得 夠薄 它夠薄 但是它在對於螢幕的保護 你變成要貼個保護貼 才會比較安全一點 台灣買不到 我們這也不是業配文 我們沒有業配 我們全部都是買不到的 這只有在香港的那個 香港 香港的銅鑼灣的店 才買得到 其他地方都買不到 好 為什麼買不到 我們要來看一下 Rimova這個 最四季 全世界裡面最昂貴的 它的一個行李箱 為什麼會串身起來 來 先給各位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這個Rimova的一個行李箱 很多人看到這機場上面的話 這行李箱全部都被砸碎掉 這些品牌全部都是Rimova 它的行李箱的話 一個最起碼要兩三萬以上 對 但是沒有想到還是被砸碎掉 不是說它很強大嗎 這到底是你產品不堅固 還是說你在這個托運的過程當中 疑似有少數的人 可能他有仇富者的心態 還是說可能也許這裡頭 有其他的一些人為因素 不知道 但是這個夫妻有出來講 他說你們這樣講 也許我都可以接受 但他最氣的有一點說 他的那個行李箱殼 有一道痕跡 他說那道痕跡 就感覺就不是這個意外造成的 那是被砸過嗎 感覺是被刻意刻畫而成的 他就說這是故意的 我們大家說挑戰的 那這是他的說法 我們來看一下 2015年同年份還有一個 靈性的空服員 他雖然半個藝人 參加過歌唱比賽 他這個行李箱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鋁美合金 這個是他們Rimova號稱 就是他們講的這個 防彈塑膠材質 比較輕 然後結果被弄到這樣子 好像咪咪帽 那這個時候這位 靈性空服員就講 他說我從溫哥華回來 當然我知道我用的是比較貴的 但是他說他也是希望他耐用 才買比較貴的 怎麼會變成這樣 這是防彈的 然後這個是鋁美合金 照道理講的話 應該要很堅固 但是沒有想到各個地方 全部都這樣子出現了凹痕 有人說是因為有一些運務員 只要看到這個 說他很耐摔 然後就把他用力給摔掉 但是沒有想到這一摔 摔出名號來 台灣人非常喜歡Rimova 他這個行李箱 其實當初在做的時候 他就是走一個不一樣的政策 清雪一般來講都提格 可是他就喜歡用鋁美合金 而且他還在他的四個角有錨釘 後來也推出了防彈塑膠 好 可是德國人的工藝 他們認為實用就好了 他並沒有把它當成精品再看 但畫面中這位 我們台灣的這個 雖然他是義大利人 但是他們現在在台灣 落地生根 這是他太太 這兩位他們是當初Rimova的 前代理商慶珍 他們這個老闆夫妻 他們從2003年在德國 然後拿到了代理權 就是Rimova家族 拿到代理權 然後在台灣賣的時候 他們就把Rimova賣出了另外一片天 這麼厲害 他在2003年當時引進台灣 他先在仁愛路 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個大家應該很有印象 在仁愛路那邊 旗艦店的這個也是第一間店 可是這第一間店 卻不是只是台灣第一間店 這個意義而已 他竟然成為了誤打誤撞 成為了全世界Rimova 第一間的專賣店 怎麼回事 來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當初這對夫妻 他們在引進的時候 就是我們來看 前代理商慶珍 德 彭達和趙立正夫 他們本來是IT人 後來他們花了300萬 本來他們都是做IT產業 然後結果他們後來覺得 這行李箱很好用 太太就想 看看德國Rimova不錯 她就買來 覺得不錯 她就想說 乾脆自己來賣好了 她拿300萬出來 然後她就想 那我到底該怎麼賣呢 300萬她後來訂了200個 這200格 記者就問她 你怎麼會是拿到 這麼多個200格 你不怕會歸錢 她說我這200格 是因為我把它各種size都進了 然後一次齊全的 還打造了這樣的一個旗艦店 但是Rimova原廠自己就講 我們從來都沒有把行李箱 特別為她打造這樣賣店 我們都可能是 複合式的在裡頭這樣賣 可是你們竟然是 特別打造她 還把她排得這麼漂亮 結果這樣的風格 沒想到讓Rimova在台灣 每年都是3到5成 被這樣的一個成長率 而且你看看2017年的時候 他曾經賣到5萬個 8億的營業額 然後一年業績充8億 這樣子等於是 勝過中國大陸 因為人口多 勝過它不簡單 台灣竟然可以把Rimova賣到 全世界第5名 好 德國人看到之後 覺得很不可思議 他就跟香港 澳門 他們現在因為LVMH之前 還是Rimova家族在做的時候 他就跟他講 你們就學台灣這樣 也給他專賣店 也把他當精品再賣 而且那時候你看看 東方文華六星級酒店 都有這樣的一個Rimova的專賣店 好 但是問題是 這對夫妻他們所這樣子賣的 行李箱這樣子賣 很不幸的 後來在2016年年底 我剛不是說LVMH買下了 Rimova八成的股權 那時候他們在接受 電視專訪的時候 我們本來以為是 件很開心的事情 為什麼我又很不幸 因為他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說你看看 我們台灣把它賣出一片天 讓它現在在兩岸三地 東方大陸這麼紅 那LVMH也因此買下了 這個八成股權 你看看我們餘有榮焉 那是不是代表LVMH買下來之後 接下來代理權可能會交給他們 或者是說LVMH就算不交給他們 也會直營 那他也算是幕後工程 結果完全豬陽變色 因為代理權沒交給他 這怎麼一回事 所以你現在到Rimova台灣的 很多的門市裡面去看 門開著 門開著 裡面有一個電源 但是Rimova所有的行李箱 全部都是空的 這一些全部都是 是慶珍國際的店面 好 來 阿忠哥告訴我們大家 到底怎麼回事 好 那因為慶珍他現在就講 他說事實上我在2019年 還擁有這個代理權 好 那只是後面 19年以後的事情 還有19年 到底兩個 是不是可以同事存在 我不知道 但是我現在碰到的狀況是 我跟原廠要零件的補充 他不給我 好 那他不給我 所以我對很多客戶沒辦法交代 可是我現在還擁有代理權 意思是什麼 你們拿到的新的這些人 你可能要找我來討論一下 就是到底大家的權利義務 到底怎麼分配 所以這個就是 讓引起我們的好奇 於是我們就去採訪 結果慶珍國際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人有代理權 最多成一年賣5萬個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LVMH 後來選了美之星 來做他的新的代理 連美之星都告訴我們說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 我為什麼那麼好運 被他們選中 這也太神奇了吧 好 那因為美之星 是一家比較小的公司 那他能夠拿到remover 而且remover上面的話是LV 他絕對不會是小公司 好 那這裡面 我覺得是有一個 可能有一個特別的安排 為什麼呢 因為美之星拿到了代理權之後 在今年年初就宣布 高齡實驗 上市公司高齡實驗 取得美之星 67.7%的股權 為什麼是67.7% 意思就是說 我佔你的三分之二 好 意思就是說 我在董事會也佔三分之二 股權也佔三分之二 老實說 美之星你留一部分股權 因為要感謝你 你取得了LVMH的垂青 取得了remover的代理權 美之星也很聰明 意思就是說我拿1.2億 換高齡實驗 當我的巴庫 站在我後面 意思就是說 你們這兩夫妻很厲害對不對 我後面有一家上市公司 是 這家上市公司 股本20億 市值雖然也不是很高 市值也是20億 因為現在股價 今天也才10塊錢 但是因為美之星的代理權 高齡實驗的股價 我們看一下 從去年11月最低只有9塊2毛錢 到今年年初漲到10塊6毛5 所以它漲了15%起來 所以這個對高齡實驗來講 會有一個夢 就是說看起來remover的代理權 如果被高齡等於間接取得的話 會不會帶動高齡的整個營收 有一個成長 現在不知道 那我們只好可以確定 美之星後面是高齡實驗 那高齡實驗也講得很清楚 美之星你一定要兼顧的 取得remover的代理權 否則我這個1.2不會給你 所以他們這三方之間 可能要坐下來做協議 又一個這個傳言 講說remover當初為了要感謝這個慶生 所以還跟他簽了一個 叫做萬年合約的東西 要回饋他們這樣 對 所以很可能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等於美之星 又有一個代價要付 所以這個看起來又是一場混戰 你看台灣人多厲害 remover的話可以在台灣 光是代理權可以爭奪成這樣子 好 這是我們看到其實 這個remover在台灣的一個市場上面 好 但是我們要關心的 就是中國大陸 好 台灣的一個 一年的一個警器 對策訊號的一個變化 不得了 這個創下33個月來的一個新低 現在來到了一個藍燈 但是領先指標裡面 來 這個就立姐告訴我們大家 可能還要再更悲觀一點是不是 我知道沒那麼悲觀 主要的原因是說 這個指標它有一點 有兩層意義 第一個其實進到藍燈 也只不過才差1分 是 好 那這個16分的藍燈裡面 它其實是在藍燈區的上緣 所以只要下一個月份 這個比如說比較不好的批發零售 稍微上來一點點 或者是製造業再稍微上來一點點 不過好像1月不太可能 因為要放假了 那我講第二個重要的原因是 它差距並不大才1分 上一次大家來看一下 在6月份的時候 從29降到22 對 它降了7分 慶雪 所以這個時間點上降了7分 它的意義應該才比較像是領先指標 所以這個降下來的1分 雖然是第一次進入到藍燈 但它並不代表它是有領先的意義 我們來看一下 在上一次6月份 這個是22減了7分 是在6月份 那它相當於在這一個點位 大家看到了沒有 整個連續7次下滑 所以比較領先的指標 其實是領先指標 那景氣對這定號的一個變化 它並不能當作領先指標 它反而比較落後一些 對 上一次連石欄最壞的狀況 是在2016年一直到4月才結束 可是慶雪你知道 股市其實在2016年的1月之後 就連續的往上做一個公高了 那這樣的一個公高 差距了將近4個月的時間 所以如果要把景氣對這訊號 當作領先指標的話 我反而會比較建議大家觀察一下 1月份或2月份的領先指標 能不能夠落底 不再繼續往下滑 好 如果一旦落底的話 是不是這個景氣稍微就會放寬一點 那麼現在看到的是中美貿易大戰 現在甚至有一些這個自營商 或者是投資大眾的話 非常的擔心就是說 聯繫接下來的話 春節假期高達11天的時間 那我到底要不要報過年的一個問題 那麼年後之後 會不會出現另一番不一樣的一個 景氣的一個變化 甚至我們看到人民幣 人民幣在這邊的話 卻出現升值的一個狀態 而且這一個升幅的話 跟之前的一個貶值 重貶的一個關係的話 你直接看到人民幣的一個走勢 人民幣的走勢的話 其實最近這一個月的話 這是日幣 人民幣的走勢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一個走勢的話 是升值的 這樣子一個升值的一個態勢 是不是可以反映出來 中國大陸的一個經濟狀況 升值當然某種程度 大家會覺得很confused 為什麼 因為不是人行才開門放水嗎 放水是不是就是降準 那降準降息這件事情 其實是會引導利率貶值 結果沒想到沒貶值 反而人民幣升值了 這背後的意義 我想主要搭配兩個層次來看 第一個 12月不是才剛爭取到90天嗎 大陸要拼命的買美國的東西 那要買東西 是不是應該要在人民幣 相對強的時候買 第二個重點是 大家看到 中國有很多的槓桿率的攀高 庫存高 應收賬款高 那又要過年了 所以人行才會給它降息 那這樣的一個降息 還有一些企業 或者是像華為這樣的 在海外的資金 是不是也要匯回來 而且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人民幣是不是 在兌換外幣的資產上面 人民幣升值 是不是也比較有很大的利基 那我想下一次人民幣 如果要再貶值的時間點會是什麼呢 如果貿易戰談判再破滅 如果這個關稅 從10%調高到25%的時候 我想那個時候人民幣 可能還會有再貶值的一個壓力 那我想再補充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藍燈的 這個部分裡面 它其實是有9個指標 那唯一一個 還有維持在綠燈的指標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多頭指標就是 這個機械設備的進口值 它還能夠維持綠燈 這個慶學它的意義是什麼 那最主要就是投資啊 對啊 影子招商啊 才先回來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行情 在開紅盤之後 台灣本土的一個經濟狀況 應該還是有一定的支撐力道 只是這個領先指標 或綜合判斷分數之所以下滑 這是一個全世界 或者是我們講的這個 貿易戰的一個因素 那這整個貿易戰的因素 還有包括我們剛剛講 人民幣的一個問題 還有這個降息沒有效果的這個 有沒有效果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降了各0.5個百分點 相當於100個基點 其實這是非常的大的一個 放水的動作 那主要也是因為過年的期間 還有很多的中國公佈的一些工業數據的部分 我們一一的給大家來看 這是中國的工業企業 就是從事相關的工業的這個產業 它在這個每一個月份的一個表現 我們其實不一定要特別只看12月 其實你把第三季跟第四季趨勢一起來看 你會發現不管是利潤的幀數 或銷售收入的幀數都是下滑的 在去年第四季的狀況 那我們再來看 如果再把它切開來 變成上游中游跟下游 那我們看一看 是不是下游的這個數字 這個灰色的這一條線 其實它是領跌的 它之後就沒有再上來 黑色的這個上游 還有上來一點點 中游其實還能夠撐住 是到第四季的最後一個月 12月才出現一個下滑速度 比較經典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領跌的是下游行業 當然我們都說12月的數字 它有一個叫做殘差的概念 就是它為了要表達 1到11月跟12月的一個差異性 所以我們看到 反而這個下游的這個企業利潤率 在計條了之後 它就跳升上來 那這個跳升是不是真的代表 下游很好 其實倒未必 我們先講一個這樣的一個殘差的概念 跟大家說 那整體上來看 工業企業的銷售利潤率 計條了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就整個第三季跟第四季 下行的速度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快 這也就是為什麼 必須要用這個1月15號 1月25號 各調0.5個百分點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當然一直都在說 中國大陸的這個槓桿負債比真的很高 有多高 有多嚴重 這個部分的數字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這我們是用總負債除以總資產 大家可以看 這個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的這個負債比 是不是已經開始在攀高了 對 那為什麼除以這個流動資產的時候會下降 因為流動資產變化是不是就很快 好 那再來看這個企業虧損的累計同比增數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在2017年的年底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了 大家仔細的想一想 貿易戰在 大概在去年2018年3月的時候 開始大家已經有看到了 可是事實上企業的一個 虧損的一個擴大的一個狀況 或增加的一個情況 大家可以看到 是慢慢的在增速的 還有一個就是他的金融機構的這個覆蓋比的問題 我們一直跟大家提到 有影子銀行的問題 或者是表外金融的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例是在攀高的 他其實在2015年之後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他 波貝的覆蓋率就降低了 這是商業銀行是在降低 但是大型行庫的這個部分裡面 所以這個是不是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這個大型的一個銀行 這個是小的 商業銀行他們放貸其實變低了 放貸品質變不好了 可是大家看到 中國一直在救大型的行庫 所以反而在大型的行庫這邊 你看到資本充足率擴大了 然後也看到他的波貝覆蓋率 反而還增加了 在去年的時候 所以這其實是這個 為什麼要開門放水 開門放水要救的是 這些大型的金融機構 那這些大型的金融機構 要能夠穩住 能夠撐住 讓中國的這個經濟的一個狀態 不要變成一個硬著陸 那對於這個 當然能不能夠順勢的救起來 這些房地產也好 或我們之前講過的 大陸現在的房市 車市 或者是一些企業的槓桿率 偏高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剛剛提到 中國的一個企業 現在面臨到兩大的困難 就是庫存高 應收帳款又高 那資金能不能夠順勢的 能夠渡過這個所謂的前關 年關就是前關 好 這11天的時間裡面的話 其實變化非常的多 那麼我們請趙立來告訴我們大家 那麼接下來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關心到的是 美股的一個表現 還是說台股現在要看 入股的一個表現 美中貿易大戰談判底下 我們這一隻小小的螞蟻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求生存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收盤 昨天成功佔上了萬點 但是今天下跌了81點70點 來到9931點59點 那麼下跌了0點82點 趙立怎麼看 對 沒錯 我想目前來看就是說 假如你先以融資來看 你可以發現現在的融資 大概余額是1205億 這是大盤的一個部分 我們再跟之前來做比較 在104年8月的時候 其實它的融資余額是1260億 這時候的點數大概是7000點 2008年那時候就這樣也笑 大概那時候最低的融資的余額 是1159億 那時候的指數是4000點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1205億比它1159多一點點而已 這個時候是4000點 這時候是7000點的位置 你1205億也比126億 你看其實我講的 雖然現在是大概1萬點 你看到這樣的融資余額代表什麼 其實一般的投資人說真的 不太敢報股過年 所以導致成它的一個融資余額 相對上來講是蠻低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只要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封關就交易日的時候 沒有交易日是11天 那因為這段時間 又有美股的一個財報 陸續的一個公佈 又有中美貿易戰這些的談判 甚至於其他的一些種種 大家會擔心的一個問題 所以導致成融資余額很低 那假如休市的這段時間 萬一美國假如沒有發生事情的話 那當然股價來講指數來講 我覺得年後當然會有機會反彈 那當然這段時間假如說中美貿易 萬一那不確定性太高了 所以才融資余額才剩1205億 就是大家不代表 就假如沒有發生重大的事 新中開安排之後 我覺得短線上會反彈 可是假如發生重大的事 那當然就不一樣了 所以最好的狀況就是說 談得很順利 然後皆大歡喜這樣子 可是這個機會 其實說真的不是那麼的大 是喔 我覺得要整個 所以剛剛我們講那三條路的話 趙立 你是看哪一條路 我覺得大概 最後一條路就是破局 我覺得大概可以談到 比如說開放 大陸更加的開放等等 可是制裁權那一邊 那是最好的 可是制裁權那一邊 我覺得那個不容易 不容易有太多的進展 因為智慧產權那一塊 或者技術等等這些 因為你看美國的部分 不算還是針對華為 還是再引渡孟晚舟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來講 其實說真的 就是會正面 可是不會這麼的 可是如果談到智慧財產權的話 其實很多的 包含中國大陸所生產的 所有的一個東西的話 很多用到美國的一個 智慧財產權 其實相對來講 它的成本可能就會提高了 是 沒錯 你像現在不是福建進華 也是有斷吹的問題 他說假如說真的 零組件庫存也快用 假如三月份真的還不補進來 有可能搞不好就斷吹了 所以最好是避開 對 是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來看 當然我們股票是看未來的趨勢 就是說你真的要不要股過年了 我覺得你大概持股兩三成就可以了 因為畢竟風險這麼大 你真的壓滿 我覺得你壓力很大 過年這一段時間 有可能會真的睡不著 也吃不下飯等等 沒有興趣 所以在這樣之前 我覺得持股兩三成 當然你要選 未來基本面比較好的 比如說電動車這一塊 因為你像不管是Tesla 不管是比亞迪 甚至於比如說像BMW 福斯等等 這一大堆的 原本的傳統的這些汽車大廠 他都要去開發 所謂的電動車這一塊 電動車當中 我覺得電池當然是重要 所以因為電動車越來越多 當然電池就會越來越缺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看 在跟電池有關的部分 當然有些是正極 有些是負極 有些是電池星等等 你看這些股票 其實我個人認為 你看一下 我會比較建議 比如說像2104的中向 就可以特別注意 為什麼 因為你看去年 前三季的EPS 它是3.88元 YOY是成長了23.4%的水準 這個是106年的前三季3.13 可是107年前三季3.88 成長23.4 大家有沒有發現 康普賺4.21 他賺3.88 可是股價呢 差很多 93.8 這個才42.89 那這個每起碼 他才賺2.8 你看中向賺3.88 結果高更多 甚至於像這個 長元科 他是賠錢的 賠股價還有62.1塊的一個水準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假如說以這樣來看 中向的基本面子 大概就是這樣 生技的部分 貪顏跟電池星 是他的主要的三大的一個試驗 好 先休息一下廣告過後 我們再請趙立 幫我們來分析一下 如果你要這個報股過年的話 有一些熱門的股票 到底是哪一些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馬上告訴你 歡迎回到全能事務所 好 來 趙立 趕快告訴我們大家 你剛剛特別講到中向 中向的部分 其實生技股的部分 其實大家 我相信大部分都不太知道 其實中向 中向是台灣當中 其實開發新藥當中最成功的 一開始最成功 因為它有龐貝症的孤兒藥 其實這個讓它的獲利真的不少 所以貢獻它來講是滿多的 所以它第一個有生技的部分 第二個來講 它有探菸的部分 當然探菸也是它主要的 一個業務之一 美國的探菸廠 在1月份的時候 其實已經調高它的一個報價 另外電池星的事業 其實台灣 沒什麼做電池星的 就是說電池裡面 電池星的一個部分 它投資能源科技 能源科技的部分 今年真的不錯 因為今年第一季的話 大概它的產能擴充 因為產能太 就是說供不應求 那預估今年大概 也是4塊錢以上的一個水準 因為電池星這一塊 所以你看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外資跟投信最近都買超 所以股價拉起來之後 這個地方的一個整理完之後 我覺得像這種 它比較不會受到 所謂的一個 國際貿易戰的一個影響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在電子股的部分 電子股你來看的話 其實像新興的一個部分來講 PCB 對 PCP的部分 那它也是全球全球 PCB的製造 那最近比較夯的 就是ABF載板的部分 因為現在的ABF載板也是缺貨 所以也是出現漲價的一個現象 當然它用在5G或者伺服器等等 所以你看到 其實它的股價也是這樣整理完之後 感覺突破了頸線之後 那最近來講 投信或者是外資 也開始有出現陸續回補 所以像這種股票 其實你就它的一個線型 或者是就它的一個基本裡面來看 其實都是處於在多頭的一個架構 好 今天講這個PCB的話 現在果然被運用 而且像是 你剛剛特別講到的車連這一塊的話 也都會用到 都一樣的一個 就像5G的部分 或者是AI 車友 因為這一些 其實它的一個門檻 製造難度越來越高 所以它的毛利基本上來講 會越來越高 因為它的層數 就是在4G的地方 會越來越高 可以越高